当这几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 你什么感觉 嗯 爷亲回 爷亲节 他们是今年名人堂的新成员 曾经我们的青春 也到了可以挂进博物馆的时候了 从玉面小生到洛杉矶的支柱 加索而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 细腻的技术 高超的求伤 勇敢的对抗 2010年的总决赛是他的代表作 面对两年前击败自己的内线组合毫无聚色 抢妻少小 加索而立刻落泪 和科比紧紧拥抱在一起的画面 至今让人难忘 波波维奇延绵30年的执教生涯 和他身旁的GDP一起 创造了一个来自圣安诺尼奥的童话 挑合适的人 打合适的球 波波维奇用自己的哲学和智慧 成为NBA最伟大的主教练之一 如他所说 一切都是云烟 陪伴才是永恒 三驾马车里的小弟也入选了明日堂 那个来自法国的愣头青 从突击手到核心 跑车般的速度 经典陀罗转身 你会记得他07年拿起FMVP奖杯 一起风发 也会记得大战热火时 那些无解的突破和动投吧 德克的生涯和他们交织在一起 牛马大战 是一代人的专属名词 还为金鸡独立上了专利 是历史上投篮技术最好的大个子 人们说他软 因为他被逆转 赢不下总冠军 但他从不辩解 直到11年 高烧不退场 带着手指伤 终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冠军 他会成为达拉斯永远的传奇 雕像就立在那里 可能只有明日堂 能让韦德和他们站在一起 成为一支队伍 他们之间有过咬牙切齿的战役 联盟里曾经最有观赏性的球员之一 最有斗志的球员之一 你会记得闪电侠 欧洲部 会记得拿着香槟给膝盖敬酒 会记得摔倒七次爬起来八次的座右铭 与其记住这是我的家 你更会记住这是我的马 迈阿密上空 曾有一道闪电滑下 他们已经不在世界的中心了 只有当初看他们的人才会记得吧 想念他们 看他们站在迷人堂的舞台上 穿着笔挺的西装 说出准备好的演讲 每个人都那么优雅得体 幽默又感动 走到这里 每个人都经历了很多 失去了很多 也得到了很多 希望曾经爱他的你们 也仍站在属于自己的明云堂 就像伟德说的 我们一路拼尽全力 现在终于 来到了这里 我们下期见